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达不舍 李准基大半辈子几乎奉献于广播上 几年前却因罹患阿尔茨海默症 忘记了自己在广播上的伟大奉献 让人不胜唏嘘 而他的儿子李孟兹 也感性在社交账号上写信送给父亲 让父亲毫无牵挂地走 他写道 晚上七点莱拉才帮你喂药 你还干咳亮声 七点四时莱拉拿着你的体温计冲出来 三十六点三度 换我冲进你房间看你 氧气机还在送氧 但你胸部没有呼吸的起伏了 拿血压剂帮你量血压 没有任何数据显示 当下我知道 你已用你特立独行的方式 警惨脱敲了 完全是你的风格 你完全不想让我们提前知道 你要走的时间 一如你一生不愿去讨扰人一样 字字句句都能感受到 他对于父亲的万般不舍 但同时也欣慰的是父亲不是痛苦般逝世 而是在睡梦中毫无病痛逝去 他还自问自答道 爸 今晚到现在我都没有哭 是我不笑吗 接着解释 因为不曾感觉到爸爸离开 所以哭不出来 脑中播着一幕幕有关父亲的电影 从小的点点滴滴都不曾忘记 李继准的遗体于次日上午 移往九龙殡仪馆停放 其遗孀及女儿都一路伴随 长女李芳怡受访时哽咽表示 父亲在他最后生病住院期间 知道家人都很害怕紧张 他却以让家人最放心的方式离开 也是父亲给我们最后的照顾 他透露 几年前父亲被诊断 患上二次海膜症后 经常不告李家 让母亲担心 他就将父亲母亲及弟弟 一起搬到高雄 他也可就近照顾 刚搬来高雄时 父亲还记得家人 但常吵着要搬回布里 台北以及老家基隆 家人就知道他在退化 但因为过去喜爱打球 骑马运动 很注重养生 运动量也够 所以退化速度并没有那么快 前两年 他常带着父亲到公园散步 去菜市场百货公司 李继准对此都很开心 得到金钟成就奖时 还能行动自如 只是已经开始较少与家人说话 大多时间都保持沉默 到2016年9月 情况越来越不好 大部分时间都想睡觉卧床 家人带他到客厅 他也都闭眼 沉思 一整天不说一句话 阿尔茨海默症 引起的退化 让他无法吞咽口水 和谈 造成肺部感染 先后三次住院 查管治疗 李方仪透露 父亲每次住院 都展现旺盛的生命力 最后一次出院时 也一如往常会到客厅做 离世当天的状况 也没有不一样 下午两点多 他回家看到父亲 父亲对他点头微笑 四点多 他推父亲回房休息 约六点时 他外出办事 没多久 就接到弟弟的电话 说父亲血压很低 脸色苍白 他赶紧回家 用仪器测量 已量不到 父亲的血压心跳 但身体仍有温度 后来通知救护人员到家 对方告知 他们的父亲已经离开 此前72岁的李继准 还获评选为本届广播金中特别贡献奖 李孟兹代表父亲感谢主办单位的肯定 他伤感透露 当时父亲不知自己已经生病 但后来病情急转直下 无法认人 不仅认不出亲友 就连女儿也不认识 仅仅知道是身边最亲近的人 因该病无法痊愈 家人透过家族合照 以及反复播送父亲曾出过的闽南语专辑 帮助恢复记忆 但丝毫没有回转 李继准投身广播40年 主持的感性时间 曾风靡大街小巷 纵横电视广播 还曾让中广为他魄力 在晚间七十一级战区 再开知性时间节目 他从晚间七点的知性时间 再到午夜感性时间 陪伴不少听众 度过年少青涩时光 最高纪录一天主持过五个节目 并取得中广发出的第一张制作人品书 他的广播配音至今仍让人津津乐道 最知名的就是华贵牌丝袜 台词腰部以下全部透明 仿佛在耳边低声呢喃 而他之所以会为广告配音 其实是因为从担任节目制作人开始 他的月薪只有2470元 却必须付给五位制作助理 每人3000元的薪资 为此他必须找客户提供广告 也因此留下了让人想起来 仍回味无穷的广告台词 1981年他与邓丽君合作 主持第16届金钟奖颁奖典礼 并曾五度获得金钟奖 还被评选获本届广播金钟特别贡献奖 资深广播人陈凯伦曾与李继准共事 视李继准为恩师 他眼中的李继准是个敬业的前辈 虽自小说闽南语 却努力练习国语 即便已是广播界第一把交椅 仍会在工作空档反复练发音 另一位广播人正开来不舍地说 李继准过世就像中广电台的辉煌时代 走入了历史相当可惜 说到六七十年代的广播 总能勾起许多人的美好回忆 当年电视电影不像今日这般普及 听广播成为许多人的主要消遣 从棒球比赛实况 猜谜晚会乃至于中国小姐的选拔 实况播报 都是广播中颇受欢迎的节目 回忆起李继准 他身材瘦小 貌不出众 但经历过人干尽十足 并焕发出一种自信沉稳睿智的身材 经常日以继夜的工作乐此不疲 自己足有传播公司 同时活跃于广播电视界 曾与蔡友信 事件熊联合主持的双声带节目 福禄寿 另外还主持电视节目 歌唱名人排行榜 并正在筹划电视社交节目 马路之旅 除了主持节目外 他也常为广告或影片配音 虽然平时沉默寡言 可一旦话题对了口味 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声音由小变大 性质逐渐高昂 滔滔不绝起来 曾在成大 创下从晚上七点 到一晨九点的演讲记录 可谓广播界的一味其人 据了解 李济准是基隆诗人 从小就显得比同龄孩子老成 并有点特理独行 高中时 他是全校唯一准备考音乐系的学生 校内一位音乐老师免费教他钢琴 家境不允许他交费另外拜师学生乐 他便每天跑到学校附近的山上练嗓子 笑说 我的声音大概就是当年吼叫出来的 高中毕业他因为未能考上师大音乐系 便打算自力更生 由于曾在高三得过全胜演讲比赛冠军 四副声音不错 国语也满标准 因此想从事播音工作 便到基隆意识电台谋职 意识电台是靠广告收入经营的民营电台 台长第一句话便问他能不能带广告 他只有黯然离去 仗着几分机智和胆识 后来他进入一家通讯社当记者 跑了几年议会新闻 他在地方上人头颇熟 也建立了点名气 刚好意识电台有个节目主任的缺 他在一位地方要人的推荐下 终于如愿踏入广播界 当时意识电台规模上小 台长之下就是节目主任 外加四个女播音员 他除了制作 主持节目 采访 播报新闻 招揽广告及收广告费 一手包办 还有心进修 考上世界新专夜间部编采科 每晚从基隆赶到台北上课 工作学习的负担 让他的生活紧凑而忙碌 这给了他一个很好的磨练机会 使他懂得动脑筋分配时间 以受事半功倍之效 例如有一年举办市议员选举 他负责制作主持投票当天的 选情特别节目 事前经过周翔的计划后 他先去拜访各开票所的监票员 说好请他们以电话告知开票结果 投票当天 他把当时的女朋友 现在的太太找来当帮手 两人坐镇博音室接电话 计算选票 等到确定某一位候选人当选时 他请女朋友代播其他开票所的开票情形 自己则骑着机车赶去访问当选人 回电台后立即播出 表现出极高的效率 在民国55年的时候 他应照入伍 服完兵役后 觉得在议事电台能学的都学会了 成思换个工作环境 当时刚好中广招考节目主持人 他便去应试 结果从1400多位角逐者中 以第一名的成绩脱颖而出 进入中广后 他发现每一位同事都说的一口漂亮的精片子 电台内高手云集 顿时感觉到了有点低人一等 虽然努力听努力学 但仍然对自己缺乏信心 直到有一次 在计程车上听到收音机播出自己的国语 顿时心中大喜 再加上 当时中广导播组长乐林对他鼓励有加 终使他建立了自信 在中广的前三年 他主持过早晨的公园 工商时间 今夜等节目 当时中广的姐妹机构 中国电视公司成立 他目睹了许多同事 转而投入电视圈 广播一时黯然失色 使他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也因此兴起一股使命感 那就是留在岗位上 努力奉献 让广播能继续发扬光大 不要被新兴的电视击垮 德高望重的李济准老师 虽然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但他对广播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 生前给了观众太多有价值的广播节目 令人难以忘怀 或许他的天赋不是最高的 可他对事业的执着和热爱程度 却是他人难以企及的 那种精益求精 努力奋斗的精神 很值得大家学习 享有第一代电台情人美称的 资深广播人李济准 于睡梦中辞世 享受74岁 李济准的儿子李孟兹 及他创办的李济准马数据乐部 都在脸书上正式消息 李济准的家属 将在高雄市鸟松区九龙礼仪馆 办理告别式 李济准在1966年的 中广节目主持人招考中 从1400多位角逐者中 以第一名录取 自此展开40年广播人生 他曾投入工商时间 感性时间等节目 1975年 中广成立调频台后 李济准开辟一个半小时的 夜间节目 知性时间 这是他主持最久的节目 陪伴舞 六年级生长大的李济准 在70到90年代间 更有着电台情人的美誉 李济准在11年前 罹患扁桃腺癌 脖子左侧 有颗 长达5公分肿瘤 因为忧心治疗后 有失声的风险 最后采用台中中山医院 引进光子刀电疗仪器治疗 经过半年抗癌成功 但四年前 却被诊断 离阿兹海默示症 日渐失智 出入需要人看顾外 连家人朋友都认不得 李济准一生奉献于广播业 在80年代 李济准也曾在中市主持过多个节目 曾获三次广播金钟奖 两次电视金钟奖肯定 两年前还在第50届广播金钟奖颁奖典礼 领取特别贡献奖 时任文化部长的洪孟起曾表示 李济准的声音沉稳有磁性 让人信赖 给人一种明天还可以再继续过下去的感觉 对社会有很大贡献 李济准是一位电台行业中的资深从业者 为广播界奉献超过40年的台音声音自证腔圆 低沉有力 而有着第一代电台情人的美誉 2015年时 还曾获得广播金钟奖的特别贡献奖 上台领奖时 虽然没有说话 但他眼眶激动范类 由女儿李芳怡陪同领奖 并代替发言 李芳怡说 广播是父亲的一生 虽然他有很多事记不得 但每个听众都记得他 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后来 儿子李孟茲 在李济准去世的当晚 在社交媒体上证实 称父亲已于睡梦中 安详地离开人世 其实早在2006年的时候 李济准就已经罹患扁桃腺癌 曾花了半年的时间进行治疗 后来终于抗癌成功 也幸运地保住了声音 但体重只剩40公斤 此后逐渐退隐 退休生活中 他除了担任中天电视 经典中国的旁白 多半都是 待在南投县布里镇 自己经营的李济准马场 致力于推广 从事30多年的马术 儿子李孟茲还曾表示 父亲的身体状况不错 行动自如 而且意识也非常清楚 但认知已开始模糊 有时候甚至连儿子都认不得 每天早上和下午 会在看护的陪伴下出门散步 有时也跟家人 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家人偶尔也会放李济准 早年的敏南语专辑给他听 但李芳怡后来又转达 爸爸退休后 原本在埔里经营马场事业 然而随着身体状况不佳 他时常出现不安感 事情重复做 却浑然不知 例如 曾一天买了同样的十几支笔 那时他们才惊觉 爸爸身体有意 后来发现罹患阿兹海默症 完全不认的家人了 在他去世后 许多媒体纷纷对此惋惜不已 在高市殡仪馆旁的九龙厅举办公计时 李芳怡还回忆说 小时候 爸爸早出晚归 全家难得聚在一块 直到出社会后 除了小妹叔以外 大家都跟在爸爸身旁工作学习 因为工作长时间相处 反而更加凝聚家人感情 她担任爸爸的节目配音师 有二十多年 在这期间 爸爸对她相当严格 一直叮嘱她 挑选的歌曲 必须符合节目调性 不能太过年轻 否则无法说服听众 也无法获得观众的认同感 妈妈充当贴身助理 打理大小事 弟弟当节目业务 也是整日忙前忙后 大妹则是在爸爸的普里马场工作 此外 通过李芳怡的描述 李基准的自我要求甚高 不但坚持 节目必须经过精心的铺排 与设计后才能播出 还一直强调说出去的话 其实是代表自己 所以要加强各方面的要求 一定要让听众有所收获 事实上 李基准一生 对广播界和电视界的贡献很多 但她形式作风 一直都很低调 而早在她患癌的那一年 就曾被推荐过金钟奖终身成就奖 只是被她婉拒了 原因是她认为自己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并不需要奖项 或者是外界的肯定 但后来她罹患阿兹海默症后 无法做出正确决定 其家人几经考量后 才决定替她答应下来 当时李芳怡陪爸爸上台 接下这个奖 她还在台上说 这是爸爸用一生赢得的荣耀 她也提到 爸爸早年开创过不少先例 曾主持选秀十组 电视名人排行榜 而且歌手杨烈 就是从该节目出道 后来还做了寻亲节目 类似后期的超级任务 此外 她的欢乐假期 也是外景 游戏节目的十组 举凡高空弹跳 滑水 骑马等李季准 都是亲自参与 到后期 还做了到处活动的 行脚节目 其实回想一下 现在有很多节目方式 当年的李季准 都曾做过 去世后 因其生前低调 所以灵堂布置的 也很简单 以照选用她金钟奖 获奖时的照片 其家人还曾表示 将会整理她生前的作品 并研议公开展出的可能 的确 回想李季准 这几十年的从业经历 可谓是一个传奇 早年就读于 基隆高级中学时 就想报考师范大学音乐系 后来因家境 无法负担拜师学声乐 她就每天自己去 基中附近的山上练嗓子 而据她所说 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 所下的功夫 才练就出独特的嗓音 从基中毕业后 她并没有考上 台师大音乐系 之后 因为曾在高三那年 得过演讲比赛冠军 所以觉得自己普通话标准 声音条件也不错 于是到义士广播电台谋职 异域从事播音工作 但当时的台长 问她能不能带广告 讲究纯粹的她 只能黯然离去 接着进入一家通讯社当记者 经常在基隆市的 议会新闻中跑来跑去 虽然很辛苦 不过也让她在地方上 建立了点名气 与很多人混了脸熟 直到1962年 在一位地方正要的推荐下 得到一份议士电台的工作 终于如愿踏入广播界 除了制作和主持节目外 还要身兼采访 播报新闻 招揽广告等各种业务 此外 因为一直好学上进 所以在职期间 她曾考上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夜间不编采科 每晚都从基隆赶到台北去上课 但无奈 由于自己是半工半读 在学校经常出现缺课的情况 有次硬要求补足课时 她便在一周内补满了缺席18小时的体育课 加上工作在身 那段时间常常是睡不好吃不好 身体险些出问题 1966年的时候 李继准应召入伍 服完兵役后 刚好中广公司招考节目主持人 成绩优秀的她 从1400多位角逐者中 以第一名被录取 在中广的前三年 她主持过早晨的公园 工商时间等节目 而到了1972年 在中广总经理黎世芬的支持下 她找了五位制作助理 成立制作小组 成为中广的第一位制作人 推出的第一个节目是 近期经济 之后 她接着又制作 主持了多个节目 最繁忙的时候 她曾在中广一天 主持五个节目之多 非常辛苦 1975年 中广成立调平台 李继准就在调平台 开辟了一个长度为半小时的夜间代状节目 感性时间 播出时间为晚上10点 后因广受好评 节目延后至半夜零时开始 并将节目延长为一小时 这也是她最花心血 主持最久的节目 她的开场白 欢迎收听李继准的感性时间 也成为听友心目中的经典 多年后又于晚间7时 增开另一个相同性质之代状节目 知性时间 后续也主持了许多节目 台前台后的都有 直到2003年 她正式退出荧光幕 专心广播事业 说到后来 之所以会为广告配音 是因为她 自从担任节目制作人开始 自己月薪2470元 却必须付给五位制作助理 每人3000元的薪资 为此她必须找客户提供广告 也因此留下了 让人至今回味无穷的广告台词 为了纪念她对广播界的贡献 在告别式现场的荧幕上 曾播放过李继准过去的身影 同时也重现她主持广播的原因 最后一句谢谢您的收听 仿佛是为人生画下句点的宣誓 让在座亲友都忍不住掉泪 未来 也许随着时代的发展 广播一行会走向末路 但为其奉献一生的李继准 她的声音一定会永远存在于听众的心上 每当她那温暖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大家也总能回忆起这位电台情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